很高興可以參加2019年Mini Maker Faire 日期是9月7日和8日 6日已經去到會場做一些簡單的布置 登記後拿出所有文件就可以進場 其實我之前在家裡都執拾了一段時間 準備了很多的紙盒去安裝我這些 尤其是3D的剪片 因為很容易爛 所以都要比較小心和考慮周長一些 到場館的時候發現原來所有帳篷 桌椅和桌布都一一都準備好 可以即時做一些簡單的設置 而所有粗筒功夫都很感謝我哥哥幫忙 第一天我都決定用一個U型的擺放 留一張長桌做工作坊 所以我們看到 那張沒有鋪桌布的桌子 就放滿了所有 第二天使用的用品工具都一一齊備 難以置信 星期六那天真的很多人流 很多人來參加workshop 玩得很開心 第二天早上已經看到天色不太好 其實星期六晚上都開始下雨 帳篷都積滿了水 所以 布置上面要有些改動 將所有的紙品製作 都放在帳篷的中間 所以我只剩下一個好少少的角落 在這裡即場做一些小製作 送給小朋友 和一些喜歡的參觀者 在場館裏面都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很多Makers到處走 帶著她的展品和小朋友玩得非常開心 下午一點半左右 開始很大雨很大雨 大概三點多 工作人員就通知我們 四點鐘就提早完結這次的展覽 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件開心事 有個印度來的爸爸 十四歲了 他竟然對我一目無意的創作 好感興趣 還要付錢買 當然我最後送給他了 自己業餘的興趣 竟然有人認同和讚賞 我已經很開心了 好 多謝各位